欢迎收听今天的幸福好时光 目前的我这个一抬头一看 目前的股市跌了150点 最近就是一个上冲下戏 那最近我听到两句话 一句是跟完全 其实两句都是跟疫情有关的 一句叫做说 请问各位爸妈 你们最近是想要打疫苗 还是想要打幼苗 我相信很多爸妈 在家里都在一个疯狂的状态 我后来发现 当然现在能够远距教学也很好 但是我们家小孩 目前是由爸爸在管理 他一天大概要上九堂课 然后再加上晚上本来有的 那种英语的线上教学 总共是十堂课 真嗆啊 这也是相当相当的辛苦 各位爸妈也辛苦了 那我怎么觉得我讲话 好像有点幸灾乐祸 是因为现在小孩跟我分居两地 所以我突然回复了这个单身的生活 我还比较自由 真的从来人生没有这么感谢过老公过 好那另外一句话呢 是我觉得柯文哲讲的 有些时候啊 我觉得柯文哲还是有他的魅力在 为什么 因为你一直在听那些政治人物 在那里冠冕昙 一直在讲意识形态 然后有一些人啊 反正我也不知道啊 他们那个大学的时候 可能也是某一些这个真民主的健将啊 或怎么样 可是一到了这个长大之后 换了位置 换了脑袋 就完全不顾人民福祉 这什么时候了 其实现在最重要要有疫苗 否则 哎呀 疯到十月都不够了 因为病毒变种变种再变种 那你怎么疯 其实因为他传播率太快了 都会有缺口 其实如果一个岛 就是可以有一半的人 甚至三分之一的人打了疫苗 那那个隔绝网就可以出来了 那目前呢 你用美国的例子来证明 就是疫苗是有用的嘛 那柯文哲呢 这个有一个这个 这个某在台协会的人说 台湾确诊人数跟全世界相比 人算低 他讲的也没错啦 不过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那到底 我们不是美国最好的朋友吗 还是美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怎么到了这个时候 你如果不要中国的疫苗 那你可以 要不要来救我们啊 那柯文哲呢 我觉得他的可爱之处 就是他就有时候会迸出一些 老实说不是政治人物 深思熟虑的话 他就说他不愿意对 另外一个国家大使讲的话 去批评 可是 现在是这样的 莱猪也吃的 军火也买的 所以的 所以的 你们台湾人才死 11个人不算多吗 的确 当然我们不应该把 人家画这样子的推演啊 但有时候听这些事不关己的人 然后又帮不上忙的人讲话 心里真的有一点荒凉 我一直觉得在疫情之中 大家 你说要尽量平静吗 当然是重要的 但是不要因为疫情 而搞得 连在家里都把别人当成 好像匪谍啊 然后又在家里制造对立啊 有些人这里歇斯底里的不得了 我这几天 我们公司有一个合作的 有一个合作的 我现在讲 不要伤到别人 有一个合作的公司 那平常真的好好的 可是到了疫情之后 这个负责人的歇斯底里 已经到达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跟他 断绝联络的地步 因为你太紧张了 紧张没有用啊 那如果是那五个人以内 那就好了 可是他非常的焦躁 然后就是那种酒精 差一点要喷到你的脸上去的 那其实很多大楼是这样子 就是进门的时候 就已经有凉温度 跟现在都有 还有要这个有酒精 那你上来到里面又来一次 但是你不要用那种 好像每个人都会带病毒来的 眼睛在看别人 这种眼睛上的人非常非常不舒服 不过大概也只有在这种患难时候 你才可以看出人性吧 像这种不能共患难的 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太好的合作对象 好那其实 我觉得这个时候 大家可能要更有温暖的心一点 那不要 有时候我还看到那个小孩 小孩就是指我们这种已经成年的 然后爸妈出去买个菜买个葱 就在那里骂爸 都不要出去啊 没有人叫你完全彻底不要出去 但你要做好防护 还有不要到这个最近才公布 有问题的地方 但没有叫你每一天都在家里 然后把自己闷成了神经病嘛 有时候其实到阳台晒晒太阳也可以嘛 但是不要对于只要人家做好了防护的措施 不要这个过度的紧张的制造歧视跟对立 比如说我也是得来上班呀 是不是 那如果我今天我家是 因为我住老公寓 所以我不会遇到管理员 我们自己把自己顾好就好了 如果紧张到连班都不要来上了 然后制造了很多很多麻烦 我不知道如果我们一直没有疫苗的话 一封封了这个三五个月 我看大家怎么活下去 对到最后连朋友都没有了 是不是 好那我们来看一个比较重要的文章 这是商业周刊杨绍强写的 也许我们可以借进 题目你应该很感兴趣 叫做放手财团赚发电财 十年从来没有断电过 高耗能产业冲刺还可以降电价 这是哪一个国家呢 新加坡 哎呀我们的政府 如果你是大有为政府 那也就可以 什么都揽在手上 疫苗自己研发嘛 然后什么这个电呢 全部都是自己管嘛 以前是连电话都这么管啊 其实这种盐铁酒公卖 是从汉朝的时候呢 就已经开始了 那可是现在你要不要思考一下 比如说电这件事情 你其实台电也很辛苦 我说真的 我了解他们的 其实员工也都精精 也也想解决问题 可是是不是可以从结构跟体制 来解决问题呢 好四季如下的新加坡 冷气空调是整年开的 而且他们又有金融 游乐场 赌场 炼油等高耗电的产业 可是没有缺过电 为什么 其实新加坡的弹性是很快的 因为他如果弹性不快的话 那么小的弹丸之地 旁边的那个国家 比我们面对的更凶猛 而且还直接接壤 他们是贯彻市场导向 风险分散的结果 他们是什么时候电力自由化呢 1995年 原来的国营电力事业 本来跟我们一样嘛 他跟台湾本来就是这个右派很好的朋友 在那个时候 然后分成了发电 输电 还有售电三个部门 然后他们呢 就是松两端 绑中间 也就是发电跟卖电 这件事自由化 然后输电呢 维持垄断 也就是政府还是有控制 你要叫他不控制 他就不叫新加坡了嘛 对不对 但是呢 连新加坡 他都会用弹性的措施 他们把这个 他们有六座大型的发电厂 都由这个外国的财团所持有 比如说呢 里面有中国的 有日本的 有马来西亚的电厂 每家的发电比例 最多占两成 展现了鸡蛋 不放同一个篮子的原则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 就跟股票一样 你不要 就是说 我有分散 结果你买什么 买台积电跟联电 我有分散 你买阳明万海 这个 这个叫有分散 这叫没分散 然后这个 新加坡呢 就规定呢 电厂的法定 倍载容量是30% 是台湾的两倍 当局还允许 业余的厂商投入发电 这个叫做 autoproducer 就是自助的 自发电者 自发电的生产者 人类的历史上 值得纪念的人 都是勇敢坚强 愿意自救 而且救别人的人 那么我在上个礼拜吧 好像是星期四 还星期五 发了一个 FB的文章 结果 哎呀 破纪录的 比我以前自己 不管自己觉得 写多好的 还多 那这篇文章 其实大部分是 别人写的 有两万多个赞 是谁呢 就是万芳医院的 王乐明医师 妇产科的主治医师 因为他 就是帮的 台湾第一位怀孕的 COVID-19的妈妈 然后剖腹产 而且结果很好的是 小孩并没有感染到 新冠肺炎 王乐明医师你好 淡如姐好 各位观众 大家早 你该不会又很久没睡了吧 还好 最近因为疫情 所以医院的 毕竟看诊的人量 都会下降了 所以现在我们只要好好 顾好产科的病人 就可以了 好的 那我们把这个故事 讲一遍好不好 其实他是一个 文山区的产妇 对不对 对 而且本来也就是你的病人 可是刚好他要生产 而且他也感染了新冠肺炎 那整个状况 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好 他这个 这个妈妈 他主要是因为他 那时候他大概 36周左右的时候 因为家人就是可能 被染疫被 其他的医院被诊断到了 那他都跟他的妈妈 住在一起 所以他们整个家族 就会很担心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 怀孕的妈妈 那正好也是 他个案的家属 被验到的情形 是正好这一波 正在刚刚起步的 那个时候 就是台湾刚开始 在爆发的时候 所以后来他的妈妈 被就直接被 检疫出来 后来就被隔离了 也送到那个医院去 做后续的观察跟治疗 那这个产妇妈妈 他那时候 他一直在我们这边产检 那只是说那个时候 当他知道 他的家属 有这样的情况下 他本人只是高度的怀疑 所以他就 后来他也没有来医院 那时候 他就正好 他来我们的急诊 因为他也会担心 他有症状吗 没有症状 现在有很多 真的就是像这种 没有症状的可怕 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可能 就觉得这个都好好的 可是就被验出来 是个阳系 然后后来就是 我们也会建议 他要筛检 那当然后来这个 这个孕妇妈妈 他就被筛检到 他就来我们这 我们当然就是 也是通报卫生局 这个都是被匡列的名单里面 就这个妈妈就被筛检到了 那这个妈妈被筛检到的情况下 那他就更紧张了 对那他妈妈被筛检到 他的先生也是要被隔离掉 因为也是一样 都是会担心嘛 因为现在这都要分流 分开来 那后来我们知道 他这样子的时候 那时候他已经慢慢 这样整个事件将发生 也慢慢到37周 那已经到非常确定 他是我们是用PCR验到 结果已经是完全的确诊了 那确诊的状况下 下一步就是要面对 要怎么样生 他是要自然产还是不产 那这个因为这个妈妈 他很担心 而且他现在他只有一个人 因为那就只能剩一个人 因为其他人都被隔离了嘛 他也是被隔离的 那因为就是要通知他来 那因为他变得很无助 所以我们的产房 都会跟他保持密切的联系 也会关心他说 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太动啊 等等的 那也会跟他适当的讨论 那在这一个礼拜当中 我们自己院方也会有一些 讨论的一个整个流程 要面对这样的一个 一个冠状肺炎的产妇 这个这种是在我们院算是第一个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形 是 其实医院要接受的挑战也很大 对不对 就怕其他的人万一处理不好 其他的人这个也怕到了 对因为他是真的要进到手术室去 因为之前我们的开刀房都是一试一试 最后出来都不是 那大家就还好是风口气 可是这个是还没进来就告诉你确定了 而且他是个孕妇我们还要和小儿科会不会有垂直的传染 经由血液胎盘传染给下面的报告 那当然我们也查了一些国际的期刊 这传染的机率其实非常非常低 可是你还是要担心啊 所以我们也跟儿科也讨论新生儿家户病房 包含小朋友出来也是一个完全隔离的一个状态下 然后那天就约了 就是大家都沙盘推演好了 就决定晚上影响医院的能量最低的时候 因为晚上毕竟看诊的人也少了 不会像白天还是会有一些人跑来跑去 那我们就约个晚上的时间 大概晚上9点的 大概9点多准备要 就是他从救护车整个都有卫生局安排这样过来 那时候准备9点要开刀 结果我们光等救护车就等了快3个小时还来 为什么 因为全线全台北市救护车都蛮载 是因为那时候大爆发 对所以就到处送了 我们就已经着好妆了 那时候着那个隔离兔宝宝装是非常的热 连喵喵喝水都不行 因为他已经穿好了 你如果拆了就要重新再穿一次 就这样三个小时 有瘦吗 流汗应该当下有瘦一点点 但是事实上那时候好热好累 因为后来总算等到他来了 我们就站在左廊就看他就送进来 慢慢这样推过来 那妈妈他其实一来 他其实我是觉得他心情上压力很大 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穿防护装 就看太空人每个人都长一样 所以我就赶快过去跟他自我介绍 我是谁谁谁 你本来就是他的组织医师 对他才会很安心 因为以前我们都是用电话联络 他们并没有看到我 所以都是用电话 可是你人和人见面了以后 你当然就会比较踏实 我今天在这里 你不要担心 你后面的事情 我们会好好的帮你照顾 那当然进到手术室 全部都是隔离的装备 包含麻醉科等等的 那我们只跟他讲说 这位妈妈跟他说 你在开刀的过程当中 要戴个口罩而已 我们就跟他讲说 你尽量不要说话 那因为你说话 那个飞沫容易出来 即使说你戴着口罩 可是你讲话就是有个风险 那这个过程的时候 在开刀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还好 那可是当宝宝出来那一刹 会哭 会有声音 妈妈就心情上一定会 第一次做妈妈 总是会很高兴 就开始问了 这宝宝手脚正不正常 多重 那我们就会跟他讲说 妈妈我们待会跟你讲 那你不要紧张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万芳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 王乐民 他平常是很忙的 因为现在 王乐民大概是 他是我弟弟的台大同学 也就是说他大概小我个六七岁左右 平常如果不是COVID-19的时期 你最高纪录一天 接生过多少人 大概最高纪录一天 大概六到七位小朋友 你看 就是每天都 几乎都不用睡觉 你知道他有多辛苦吗 然后可是呢 以他这种 这个四十多岁的这个医生呢 已经在 所有的妇产科医师里面 当时我曾经笑过王乐民说 你还算少壮派耶 对不对 因为后来愿意选这个很辛苦的妇产科 而且再加上孩子变少 大家都觉得未来不是很好 其实能愿意这样做 真的是很感人 好我们刚刚来讲到 已经讲到生产的时候 你的头可以看到这个妈妈开始激动了 对不对 对 是是 因为妈妈 其实你在开刀前面 因为我们从 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缩短开刀时间 因为让妈妈曝露的时间会比较短 所以大概下早到宝宝出来 大概差不多不到十分钟就出来了 那出来的时候 本来都稳稳的 你这个也是练出来的 超快 我们要这样子才能够快 然后宝宝一出来开始哭了 妈妈就开始有反应了 因为她听到哭声了 是是 那妈妈就很紧 你抱一下那个数字怎么样 状况怎么样 然后你不要紧张 那尽量不要说话 让我们把手术赶快开完 类似像这样的 就是说让她比较 情绪上会比较 因为毕竟当妈妈会很激动 那最后她 而特意是看完之后 就大概跟她讲 都很健康 没什么问题 体重大概3000多公斤 3000多 然后都很好 那后来我就说 因为她妈妈只能眼睛给她瞄 因为不能靠近她 也不能做亲子的接触 因为你这样就风险更高 这个很可怜 是 然后我们宝宝就像被带走了 然后当然我们速度很快 就把她开完 所以从开完到妈妈到 后续到病房 她都没有真的 接触过到她的小朋友 那有赖现在视讯的 现在很多很方便的方式 我们就拍照片 或者用照片 直接用LINE的方式传给她 让她可以看到她的小朋友 那大概隔了三四天 有一次我们穿隔离衣进去 因为她小朋友在 亲生儿也是隔离的 所以进去也是要穿 全部的那种兔宝宝 虽然她没有确诊 对不对 对 对 她就规格都是这样 然后照小朋友 她就回来告诉 我这种算第一眼看到她的脸了 这么近的脸 因为我们是穿隔离衣 进去帮她照相 所以这个妈妈到现在 还没有抱过她的小朋友 那还蛮值得庆幸的是 宝宝后生出来到现在 也快一个礼拜了 我们连续栽检了两次 小朋友都是阴性的 并没有造成所谓的垂直性的感染 这孩子有没有人抱啊 听起来 我都快掉眼泪了 她就在一个小小的箱子里面 好可怜 然后DIT就一人一间 一人一个小房间 对就只能这个样子 那大家进去会去量一下 她的一些生命 她宝宝恢复都非常非常的好 宝宝一定是伸手伸脚 说快抱我快抱我 因为这种小婴儿 基本上都是很需要母爱的 对不对 对所以没有人能抱她 那妈妈也打退奶药 也不能轻胃啊 这都不可以的 因为毕竟怕会传染 因为小朋友最后是证明 她是没有的问题 那妈妈也是独立一个人 在这种隔离病房 因为她是确诊的个案 只是妈妈后续 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也没有察官 都恢复的很好 现在只是在等时间要回家而已 所以不久 她就可以抱到她的孩子 对不对 这个是有机会的 因为还要评估 后续妈妈的那个校假 有没有 CTC有没有一直往上走 变得比较稳定 在考虑是不是要回家 还是有没有传染力 这个后续我们还是要追踪的 是 好 其实这妈妈的心情 真的是可以理解啦 但是能够在这种时期 然后又确诊了 然后把孩子生下来 也要归功于这个 王乐民医师 跟他的团队的努力 你看本来通常 大概应该 只要剖妇产手术室里面 我看没有几个人嘛 对不对 可是这次动用了多少人啊 满满的人啊 可是每个进去的人 其实大家都很紧张 每个 因为你稍微一个动作 他只要 那个整个空气 是有可能散布的病毒的 那在手术室里面 那间手术室是没有空调的 因为避免空气流通 已经兔子装又没空调 对不能有空调 所以它是一个特别独立的空间 连它的空调 原本设计都是 就它那间独立的 对然后又不开 然后里面就是通通风死在里面 避免这个传播会散出去 那我知道 王乐民的个性应该是 当这个任务交在他身上时 他一定不会说为什么是我 对 你到底那时候的心情是如何 因为万一你有一点点 披露你自己就隔离14天 其实那个问题也很大 不是回不回得了家的问题 是你还有更多病患 还有更多人要在你手下出身的问题 对因为其实很害怕 因为其实你面对到是 你看不到的敌人 他不像一个病 你病你有数据 你有症状 病人你可以看得到 他这个是你明明就知道 可是他在哪里 你是看不到的 面对的是这种无形的恐惧 因为你可能没有一个地方疏漏 他可能就渗进来 所以那时候穿兔宝包装 我们所有那种 即使那个N95 或者是那些护目镜等等 都护得很好 我们还把那个缝隙 都用11M贴子 把它贴得密密麻麻的 哇那就怕说有任何这样 任何这样进 从那个缝隙渗进去 那在拖的时候也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他你没有好好的拖 可能因为你一个不小心 他有可能站到你衣服上面去 这都有这样的风险 你流汗也不能擦 对不对 不行完全不能擦 就这样整个 你就看眼睛是这样汗水流进去 整个眼睛这样震不开 只要用一直眨眼睛 让他比较可以看得到你的视野 那因为流汗嘛 他那个热 因为紧张一定会热 整个雾目镜就是雾 那以前有类似的状况 都可以有旁边的双手雾示帮忙擦 其实那个状况根本没有办法 他说过那个Dr.X之类的 是是 对那非常难 这个手术简直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你越是小心 你越是紧张 你当然流汗就越多 你的紧张度就很高 那你的视野又看不到 就有一点点说真的就很难出 很难手术 这是在过程体验是这个样子的 好那我把你这个写的文字念一遍 这一段写得很好 就是说你觉得你完成了一个圣战 然后这COVID-19是世界级的病毒嘛 来得轰轰烈烈 那借此证实这世界我也来过 然后因为这个活得真实而精彩 这是在你的人生里程上 一个不一样的记录 然后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 很多事情只有熟练才能擅长 幸福好时光 今天是王乐明医师 他是万方医院的妇产科的主治医师 好 再帮一位 应该不是接生 这叫剖妇了 然后就是确诊COVID-19的孕妇 王医师 你的这个文章上面就写着说 真的只有熟练才能够擅长 来你自己讲 对因为任何我们的剖妇产 就是因为剖妇产 它毕竟要赶的是时间 那宝宝要赶快出来 所以每一个步骤 你都要非常的准确而稳健 因为不是只有这样的 可以只要快 我们平常也都会有碰到 突然小朋友在带产了 突然他的心跳不好了 要急救 甚至有些妈妈有些时间前证 想要已经飙到200多了 你不赶快让他出来 妈妈的生命都会被威胁到 你说的就是我呀 当时王乐民有见证到 吴奈如死在 差点死在床上的状况 是这个是 因为产科就是在风险中 过日子 我们当然希望 所有的妈妈都是平安的顺畅 但是你总是会遇到一些 比较突发的状态 这时候只有唯一的方法就是快 快把宝宝救出来 妈妈的问题就会好控制 如果宝宝还在肚子里面 你什么都被绑手绑脚 所以在我们的过程当中 任何的步骤一定要非常的熟悉而快速 因为你快了 你就会很有把握 你就不用怕 甚至像我们在开刀的时候 那个影像不是很清楚 就是我们有护目镜 你在开刀那不是很清楚 但因为你的经验很足够 所以你会知道大概是什么地方 就赶快弄一弄 赶快把它封好 而且那个刀 连升0.1公分都不行 有没有不小心就割到小孩 你要怎么办 我们就是要很小心 因为我到那个 像有的会说 常常会听到有些复产科 会画到宝宝的耳朵 其实在很小心 其实有一些技巧性的东西 你如果有平常有在多家的 注意和练习的 其实基本上这个情况就会下降到非常非常低 所以当你的速度快 你自然就可以很快速的 很顺的把这个手术给结束掉 那这个当然就是需要 你要不断的有练习 不断的去操作上 你才能够越来越熟悉这个东西 是的 其实很多东西都要下苦功 就是你写的 很多是只有熟练才能擅长 只有擅长才能享受其中乐趣 你一下子想享受其中的乐趣 还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其实我发现 我后来帮你写了这篇 其实大部分是你写的 就是在FB的传达 有将近六百次的分享 然后有两万多个赞 主要都是王乐民医师的文字 然后很多记者也跑来采访 那当然我们 因为我们两个是私人脸书的朋友 本来他也并没有要曝光 可是我在你私人脸书上 我真的看到很多这个孕妇 应该也都是你的病人的担忧 就说王医师 你现在开的刀了 我明天是不是就不能去产检了 大家很担心自己 对不对 是是是 那一般我们全部武装 基本上是不用太担心 那我们也会有一些筛检的 筛检 我们都会有快筛 那这个倒是不用太担心 要不然我们医院的急诊的同事 那这样一般就全部消耗光了 因为每一个都有可能 是 一个班都会接触到一个 就所有的 所有的 如果是这样的要隔离的话 那所有的医生护士 大概已经没有了 对就消耗光 那急诊的人 要我们急诊的同事 每个也都是在前线打拼 他们每天像我们医院 已经筛检到很多 我们病房都炸了 所以他们都在前线 他们也都很辛苦 所以你说已经筛检到很多 对就住院了 就一般人 一般人 对 然后现在我们医院在文山区 我们现在好像被报道 仅次于万华区第二多的 是的 确诊病人 那当然我们就要更加的小心 那你来 我们能够收 能够治疗 我们一定会收住院 治疗 这个倒是不用担心 那只是我们的医护团队 大家都很辛苦 每个都是穿隔离衣在下面 那做完全部汗都湿 脱了 然后在第二批再上去 就是不断的 我们有分流的这个制度在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不用太担心的 是 如果王乐民本来他就是长得很可爱 富泰富泰的 结果这样也没瘦 如果再碰几个可能就会瘦了 一个就已经快瘦不了了 我本来在研究 我在想说 那我可以怕他瘦了 应该可以送他什么 我想说那挂尔包卡拜克 因为他封得好好的嘛对不对 荔枝也可以 那个壳也封得好好的 不过看这个状况为了体重造像 还是不要收过去 开玩笑的 那么谈到了 比如说疫苗好了 我想请问 我很讨厌人家那边吵来吵去 尤其是因为那种政治意识 或者是自己 很多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或自己在党派中可以占到这个怎样的肯定 然后啥话都说的出来 这每一党都有啦 那么我想请问 请问你们医生打的疫苗没 你们连医生都没疫苗可以打吗 因为第一批在AZ疫苗刚进来 其实我们医院很多人已经有打了 那只是打了有的副作用很高 然后就有些人就发烧啊 就是讲的那些副作用都有 不是每个人 结果那个发烧不是确诊吧 不是 他就是打了之后就发烧 全身酸 是是 那个就是得了的状况 然后第一天这样 第二天就好了 但是有人不会 所以就变成 有的人就看到这样子情况下 就没有施打 那现在因为疫情越来越严重了 那现在就是医院有说 尽量建议我们都施打 所以现在又进来 就是大家又要去登记了 看有没有排得到 那当然以优先程序 我们都会去 去施打这方面的疫苗 因为现在目前也只有一家嘛 听起来有很多人还没有排到 其实我觉得疫苗是副作用 我们当然希望没有副作用 它不是哪一国的问题 是我们应该要有 最多人施打 然后副作用最低的疫苗 不是医学上不是这样吗 对啊 就是我们应该是说这样 有这样 那当然像戴如姐讲 他太多这种奇怪的政治因素 或等等的干扰 这我们不去涉略 就是你给我疫苗 让我们能够有防御 那如果我们已经爆出 有这么多有人打了 真的不舒服 那是不是可能再考虑 有没有其他家也可以进入 而且这个决策很奇怪 都已经在医院这样打 然后医院的人员 也不是很舒服了 那我觉得这个整个决策过程中 都只有政客还是有医生 我自己真的觉得医生 在这个比例里面很少 明明是医疗 对可能是应该是 他觉得能够 现在可能因为外界的干扰因子太多了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万芳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 王乐明医师 他在我的心目中 一直是一个非常棒的医生 因为不管怎样 就算接生一天七个小孩 自己没睡觉 他都可能还没回到家 又马上冲到医院去 而且在我看来 有一次我在捷运上面遇到他 你还都坐捷运 对不对 因为比较安全 不会很累去开车 因为捷运是唯一不会被误点的 超通空气 好 那那个无论如何 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 希望每一个人都有疫苗 然后其实说真的啦 你讲到感染 变种病毒也那么多 如果一直堵一直堵 从医学上应该也不是办法吧 你看每一个国家 他不是只有我们 我这要说公平的话 大家都爆发二次 只要你没有 这个没有做真正的 这个可以防止的事情 他就是会一直来啊 他不断的在跟你下战书啊 对对对 因为这种疫苗的东西 他不是万能的 你看现在都有听到什么 印度的变种 英国的变种 就我举个最简单 我们比较这几年常听到 流感 每年都打 可是有的时候就是打了 打了我还是中奖 因为他没有猜到 对就是不是那一型的嘛 但是怎么样去防防御 其实在去年 我们已经经历过一年 那国小的小朋友最明显 因为全面戴口罩 反而我小朋友的流感 被感染的几率大幅下降 对 那我们可以由这个大数据 可以去看一件事情 戴口罩 勤洗手是可以避免这些 像飞沫性的病毒性的传染 一个流感可以 那我们这个新冠肺炎 是不是也要遵守这样的一个准则 那只是说他的致死率稍微高了一点 那当然要打疫苗 可以预防这样的一个 就是你一定要遵守准则 但是最终的解决方法 还是如何找到有效的疫苗 否则我们你说 刚刚这个孕妇好了 他也不是故意感染的 他跟家人同住啊 你怎么可能叫孕妇 不跟家人同住呢 对 很难得 那现在很多 也有很多孕妇嘛 其实说真的 你在这边 你曾经这个接受 BBC的访问嘛 那你也说呢 你读这个相关的医疗报告 其实确诊的孕妇垂直传给胎儿 几率只有3%啦 而且小孩的抗 小孩的抵抗力恐怕比老人大很多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看的一些国外的期刊 他会这个冠状病毒 他会去感染在我们的肺部器官的细胞 有一个接受体叫ACE 在肺比较多 可是在我们的期待跟胎盘的部分 比较少 所以病毒比较不容易过去 那新的报告 现在出来还是很罕见的 但是不多 那我们当然很希望这样子 是不要垂直传染到小朋友 否则小朋友就会很麻烦 那所有的病毒感染 一定有它的路径在 那希望在这 因为这个现在国外的期刊 这一年啊 每一篇国外的期刊 哪一篇 哪一个期刊 不是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我相信投入了非常多的研究的资源 希望能够把这个疾病 真的找到它的问题 特地的把它解决掉 看起来这个病毒就是 它特别喜欢肺 但这也是个大问题 就是你看很多毒居 在家里他确诊 他不告诉别人 他后来他老人在家里过世了 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 他的肺 我怎么讲呢 真的几乎被这个病毒占满了嘛 而且他是 好像不需要很久就占满你的肺 看你的个人抵抗力如何 对就像你看印度的 他们的讲法就是说 就像溺水 这都是水 你喘不过气来 其实这种最后过世的 非常的痛苦 就像你想 我们通往游泳被呛到一口水 都受不了了 这的话你的肺一直这样淹起来 你的水出不来 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辛苦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运气运气 有时候也没办法说明说 为什么有些人比如说你的这个 这个产妇 他无症状哦 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有些人就整个肺就像溺水 这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得出 到底为了什么 对不对 对 所以无症状现在在我们的身边 随时都有可能 他也许没有感觉 那他有没有散播的能力 可能也是有的 所以现在的防疫 整个已经找不出什么感染源了 大家都和在一起了 只能说尽量现在政府宣导的说 居家戴口罩 擒洗手 这个是最基本的 那尽量不要说大家都跑出去啊 像之前好像市长柯P也在讲 放假包一碗车上游了阳明山 那不就是一个大群聚就在上面了吗 对这个可能都是尽量能够减少的一个情况下 就是我们依法做到我们应该要遵守的各种防疫的规则 但是也希望大家不要歇斯底里 趁这个时候创造对立 那你不是在帮人类忙 你是帮倒忙啊 我就看到很多人 大家现在真的睁开眼睛就可以知道哪些人是在帮倒忙 哪些还在打口水战 哪些是真正对人类有用的人好吗 那么你可不可以安慰一下现在的 就台湾还是有很多怀孕的妇女吗 对不对 很可能哦 如果疫苗没有来的话 可能一直到他 也许他现在三四个月 我真的很担心到他要生产都还没解禁 那他们有的人就不出去做产检 那什么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呢 其实你来产检不用担心 你就口罩戴好 然后尽量在医院逗留的时间尽量缩短 就是你来的时候 不要乱摸东西 然后出去一定要酒精消毒 基本上是安全的 那孕妇可不可以打疫苗 现在台湾进来的AZ的 好像不大型 因为它是BNA的 可是有的 现在这个是美国的疫苗 对不对 显然刚刚你讲 有一些医生打了之后 第二天有点软弱无力 或发烧 美国最棒 好 哥来 你讲吧 对然后后来有一些 现在有些加拿大 我们有看到收到一些讲 有些加拿大会鼓励孕妇打 他们另外的 我们不要帮人家宣传 也就是说或许有疫苗 对孕妇可以施打的 那这个时候就建议去施打 但是现在台湾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现在还不会很鼓励病人去打 或许他们有更新的数据出来 说可以了 那打疫苗当然是一个选择 可是如果现在没有 孕妇要做好自己的管理 那尽量这样 可是因为你的先生 你的同一个屋檐下注得了 台湾就有很多三代同堂 我那天还开玩笑跟一个朋友 他跟婆婆不合 我说趁这时候赶快搬出来 好开玩笑的 好 您说 就是很多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期 你的跟你同一个屋檐下 或者说可能一个旁边 可能只是去一个空间里面就被感染到了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只能说尽量尽量的预防 然后戴口罩 然后出来勤洗手 然后不要去那种公共的场合 那不得已要买一些民生用品 这尽量就是老人少的时候 空间的时候去 只能这样子做一些比较积极上的一些防御 那希望这个疫情能够随着时间 慢慢数量控制也许就会慢慢的回来 其实大家看得很清楚嘛 真的就是所谓真正的群聚 现在真的包游览车的也很少了 那能够聚的都是自己家人 就是那这个也有一位主播分析的很好 医生也都看到了 大家都是在大卖场啊 那几天要爆发 集中那几个大卖场谁都去抢东西 那才是危险的呀 对那时候最恐怖是哇 全部抢全联那些大卖场买东西 那你这些人在里面不就是一颗大栏杠 对5月15号都集中在全联吗 那大家分开去行不行 或者网购 现在就直接投到你家不是很好吗 对啊就是可能像这样子 一窝蜂的一些行为 尽量是减少 因为说真的台湾的物资并没有那么缺乏 大家不要抢都有大家都有 你这样抢反而会有变成你会暴露在高危险的一个族群里面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万芳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王乐民 他平常一天要接生六七个小孩 如果不是疫情大家比较少到医院 我们大概也很难访问到他 那非常感谢他创下了台湾的新冠肺炎的孕妇的第一例 而且小孩都没有被垂直感染 谢谢王乐民医师 谢谢 好谢谢淡如姐 谢谢